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泰山雄至于山东省中部 它的南路始于台安城 北路始于济南市 总面积250平方公里 主峰为玉黄峰 海拔1545米 自古以来 中国有五座山被认为是山岳的代表 它们被称作五岳 而泰山就有五岳之首五岳独尊的成语 在中国的传说中 创始者盘古式躯体的各个部分 分别化为世上万物 其头部即化为泰山 所以有天地交态的说法 意思是说 泰山为天地相交的最高点 其实 海拔1545米的泰山 高度次于五岳中的华山和横山 在五岳之中列第三位 那么泰山却为什么会被中国人认为是众山之首 以泰山天下雄而著称于世呢 与中国其他山岳相比 泰山的绝对高度并不算太高 但由于他突起于华北大平原 凌驾于齐鲁群山丘陵之上 相对高度达一千三百多米 与周围平原丘陵 形成高低大小的强烈对比 因而显得特别雄伟高大 气势磅礴 正如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孔子所言 登泰山而小天下 从海拔150米的山路泰安城 到海拔847米的中天门 再到海拔1460米的南天门 最后到达1545米的玉皇顶 泰山群峰起伏 主峰突起 形成游异倒洋的节奏感 和一览众山小的高框气势 泰山除了宏观上的雄伟特征外 还蕴含着旗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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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 傲 跨 六大自然美的特色 豆母宫的三潭蝶铺 可以说是雄中藏锈 沾鲁台珠景 可谓是遇险于雄 仙人桥 窝龙怀 造化入神 堪称奇观 在泰山的自然景观中 蓄日东升是最为壮观和动人新鲜的 它由此也成为泰山的重要标志 随着旭日发出的第一缕曙光 撕破黎明前的黑暗 东方天幕由漆黑而逐渐转为于杜白 红色 直至耀眼的金黄 喷射出万道霞光 最后一轮火球跃出水面 腾空而起 整个过程像一个记忆高超的魔术师 在瞬息间变换出千万种多姿多彩的画面 令人叹为观止 泰山在五月中名声最高 其原因与中国古代的风扇活动有关 早在远古时代 人们就有崇拜山川的起诉 上古时期 帝王有祭祀天地和山川的传统 风扇祭祀就是古代大山崇拜的演变 泰山雄居东方被古人认为是万物之石交太之处 也就是宇宙开始的地方 因而成为中国历代帝王风扇朝拜的圣地 泰山风扇是中国诸多名山中特有的文化现象 帝王登基以后 为了答谢天地之恩 便带领文武百官到泰山顶上筑坛祭天 表示归功于天 这就叫做风 然后下山到山前的小山丘上 舍坛祭地 这叫做善 善 历史上第一个正式风扇的皇帝 就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在他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219年 这位来自中国西部的统治者 率领他们的风扇队伍 浩浩荡荡地向泰山进发了 保存在戴庙的这两块蚕石 九个传字是由秦丞相李斯书写的 俗称秦克石 原本立于泰山顶部 碑文记述了秦始皇 兼并天下后 登封泰山 周兰东籍的赫赫工业 秦始皇封善泰山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大一统中央集权制的帝国 正式向天地隆重报告 他的庄严诞生 面向西北亚洲腹地的中华大地半壁江山 和面向海洋的中华大地半壁江山 合二为一 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出现在地平线上 于是泰山从一个东方部落的神山 升格为各部落共尊的神山 成为江山一统的神圣象征 随着历史的推移 风扇向军权神兽方面转化 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重要手段 中国正规的历史记载 到泰山举行大规模活动的帝王 除了秦始皇嬴政之外 还有五位皇帝到泰山进行过风扇 公元十一世纪以后 随着古代帝王越来越注重务实 皇帝们再也不到泰山进行风扇 泰山风扇的传统到此结束 泰山位于儒家发源地的齐鲁之邦 最早出现在泰山的雪派是儒家 儒家始祖孔子一生的活动 都和泰山密切相关 传说孔子曾同弟子沿回一起 站在泰山极顶极目远眺 望见了苏州城外的一匹白马 因此后人把这座山峰 命名为望无峰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 随着帝王的风扇和儒 道 佛教的相继传入 泰山建筑也陆续迎建 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 这些建筑因山旧式 巧妙地利用了自然环境 与山石 林木融为一体 成为中国古老名山文化的例证 从空中望去 泰山上的古建筑 密布在从泰安城的南门 直达极顶的这条轴线上 那么泰山的设计师 为什么要这样布局 这种布局究竟反映出一种什么样的建筑观念呢 泰山的这种整体构思是一以贯之 这个一是什么就是登天 通天街是登泰山的影子 它的尽头就是戴庙 戴庙是风扇活动的起点 古代帝王登峰泰山举行祭祀大殿时 便居住在这里 戴庙始建于秦汉 大规模扩建于宋代 按照帝王宫殿建制 庙内建筑群 突出了一条长达四百米的南北中轴 正阳门 佩天门 仁安门 天框殿 这些主要建筑沿着轴线依次展开 其中穿插形状各异的院落 形成有深度多层次的空间 随着建筑体型的逐渐加大 促使人们的观感不断走向高潮 而这一高潮就是戴庙的主殿 天框殿 被誉为中国古代三大宫殿式建筑之一的天框殿 高耸于露台之上 它以最多的台阶 最大的开间 最高等级的屋顶样式 显示出神权和黄权合一的至高无上的尊严 殿外汉白争容 石碑林立 唤起人们强烈的历史感 一天门是天梯的起步处 分裂道旁的登高客时 向游人照示一个浅显而深刻的哲理 要想登上天下第一山的决顶 必须从最低一杯的第一块台阶起步 跨入了一天门 人仿佛进入了仙境 鸿门宫 飞云阁 万仙楼 窦姆宫 一路上神府仙宫皆驾 游人已是半仁半仙 这一路山水相嵌 林木幽深 的确是风月无边 现在到福天阁了 这个福天就是已经进入仙境了 这个既是对游人的一种安慰 因为登山已经登一半了 又是对游人的一种激励 因为后面还有几顶千丛上多福利 更艰苦的一半还等待我们去攀登了 过了胡天阁就看见中天门了 在山脚下看泰山 由于主峰被挡了一半 人们往往不知泰山真面目 只有登上中天门 云布桥段层所形成的泰山胸腹 完全畅现在游人面前时 泰山才露出它真容伟岸的胸怀 在中天门看南天门是一个最佳的试点 因为这个地方视野非常的开阔 对泰山整体的雄混的气势表现得最充分 南天门坐落在飞龙岭和霞凤岭 夹植而成的山口上 红墙金瓦的橙雀 映尘蓝天白云 把天堂的概念形象化了 因此南天门就是登山者心目中 一个盘登的目标 天门云梯也就成了泰山的标志 十八盘是登山路上最艰难的一段路程 共有一千五百九十七级台阶 不足一公里的盘道 垂直高度却有四百余米 可见其陡峭的程度 登泰山从宜天门中天门到南天门 是一浪高过一浪 有一道羊 有很强烈的鼓舞性的节奏 到了深陷坊啊 虽然它还不到顶点 但是啊 这个时候聚蓝天人啊 越来越近 这柔人的情绪啊 也就越来越整奔 年过八旬的杨新教授说 泰山的魅力在于盘登 这位曾经三十八次 徒步登上泰山的老者 用这样一句话 概括了泰山的内涵 自古一来 攀登泰山 就是启迪人生的精神之律 不同时代的登山者 把他们的感受化为景句 刻在了盘道两侧的岩石上 激励后人不断进取攀登 进了南天门 便是登峰泰山的皇帝们眼中的仙境了 天阶 碧霞祠 玉皇庙 瞻璐台 在仅有零点六平方公里的 泰山顶上徐徐展开 这一组建筑 于山下的通天阶 带尿 遥相呼应 所不同的是 从山下的人间 已进入了仙境 古人为帝王设计了天宫神阙 神奇虚幻的意境 在这样的气氛中 完成了军神对话的仪式 掀起了登峰活动的高潮 山呼万岁 松涛其名 泰山 因为极其丰富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 使它成为中国几千年古老文明的作业 它身上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在世界范围内 没有第二座山 可以预知相媲美 泰山已经和中国的万里长城 黄河 长江一道 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1987年 泰山正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作为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购物